项目编号 SCP-860蓝钥匙 项目等级 SAFE 特殊收容措施 SCP-860应被保存在Sector的保险库中的一个小木盒里 其自身是惰性的 不需要额外的收容措施 描述 SCP-860是一把深蓝色的外形普通的钥匙 在一段随机的时间间隔后 一串数字随后被证实是一个地理信息坐标 会出现钥匙的钥匙刃上 在SCP-860的收容期间里 这个数字已经改变了三次 给出了德国、英国和SAFE的坐标 SCP-860能与在给出的坐标的区域的任何需要钥匙的所适配 并且能与原本的钥匙起完全一样的作用 SCP-860支对门锁起作用 并且它们还必须还在门上 它不会对任何其他种类的锁定装置起作用 当SCP-860被用来打开一扇门时 那扇门将不会通向它原本的地方 相反 它通向一片以一条80厘米宽的小径为中心的小树林的空地 每个小树林的目击者都注意到了蓝色的雾的存在 一旦有人进入SCP-860之一 通向SCP-860之一的门会自动关闭 在SCP-860之一的内部 这扇门被发现是一堵无尽的混凝土墙上的一扇所住的门 任何在SCP-860之一内部有人的情况下 试图从外部破坏这扇门的尝试都失败了 对从SCP-860之一的内部破坏门的尝试导致了删除 解阅文档860-3已获得更多详细信息 SCP-860之一内部的小镜通常通向另一扇位于另一堵无尽的混凝土墙上的门 这个第二扇门通向那扇使用了SCP-860的门原本通向的地方 人员在SCP-860之一探索时报告了若干其他异常事件 在文件860-1到860-4有详细说明 在探索4的事件 在文档860-4中得到描述之后 只有四级人员才能执行对SCP-860的测试 事件860-12 在探索4的天后 SCP-860被发现在博士的办公桌上 据收容单元米 物品的收容锁箱被打开了 根据上午时期的监控录像显示 钥匙突然在桌子上实体化 现在对于SCP-860如何 为何移动完全不明 事件对博士造成了深重影响 建议进行精神评估 附录 以下是探索1到4的副本 两级以上的人员可以访问文档860-1和860-2 只有四级以上的人员可以访问文档860-3和860-4 接下来的影片将会跟你们讲解SCP-860探索1到4的文档 请多多关注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860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